台南东区东宁路上有民众报案闻到浓浓瓦斯位 消防退员派人前来发现是地基被掏空了 压迫埋在地底下的瓦斯管线 才导致路面上出现了大约50公分大的坑洞 而路面下则是出现2到3立方公尺的掏空面积 消防队员立刻涉水防护 而瓦斯公司人员也到场开挖止线 过了三个多小时顺利修复了瓦斯管线 而至于地基为何会掏空 相关单位还要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警方忙着指挥 消防队员在一旁赶紧涉水防护 瓦斯公司人员全力开挖 在他们开挖的路面附近有一个坑洞 已经用交通锥先行围起 警消极瓦斯公司人员不敢大意 因为开挖地点就位在台南东区 附近有不少商圈人潮众多 车流量也相当大 29日晚间6点多有民众报案 在东宁路上闻到浓浓瓦斯味 消防队员到场发现是地基掏空 压迫埋在地下的瓦斯管线 导致地面上出现50公分大的坑洞 地面下则是有2到3立方公尺的掏空面积 为了防止瓦斯持续外泄 瓦斯公司先是关闭开关减少瓦斯量 接着再用纸器夹纸线 瓦斯开关已经关了两颗 从我的管线上游把我的管线找出来 我用纸器夹把我的管线夹死以后 漏气就可以马上处理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 瓦斯管线顺利修复停止外泄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影响用户 至于地基为何掏空 相关单位还要继续调查才能厘清真相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 不停留下来